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工作室 最近呢总是发一些老外的东西 然后呢不是没有自己的工作室 做抖音呢发一些东西呢 主要是让大家少走弯路 不要摸索着前进 现在呢大家都有时间 然后也有爱好 然后做一个这样的工作室 平时呢有玩的地方 也有也可能是很多人一起玩 也可能是一个人玩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工作室吧 这是打磨的 然后这边是斜切 抬钻 方孔 然后再往这边是一些收纳 一些小东西 这边是工具墙 工具墙这些东西是非常多的 木腊油拍摄的锯片 各种尺子 还有一些扶具 然后这些是一些电动设备 大友和木田的 这是做了一把椅子 这是客户订的一组书柜 这是一行的 做起来比较复杂 这是两把凳子 一个是我的 一个是我闺女的 前两天朋友送来一组这个工放 让我给他做一个印象 是很久以前做着两个台灯 我呢 我这边只是一个人 然后经常呢 就没有时间去录一些视频 自己录比较麻烦一些 所以大家见谅 我经常转一些别人的东西 这是孩子画的小花 这是前段时间客户订的 这个首饰收纳盒 这个地方是一个巴 我做了一个蝴蝶 基本上就这样 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私信 然后祝大家 在某个地方的工作室 玩得愉快 也欢迎大家找我 订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